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分娱乐现在开秀。 肖战现在的受欢迎程度不仅仅是禁锢在国内了,国外更是满城风雨中都是他的传说,再次登上国外杂志的首页宣传,朱欣一没有等来国内演员开业之后的重新上映,但是在国外的排面真的是很大,在上个月就已经知道由肖战、孟美琪、李青等主演的电影会在7月24号底灯东京放映,前两天突然宣布延迟放映了,但是加长了放映的时间,延迟到8月6号之。 受疫情的影响,日本电影院复工之后,每天控制在一到两场,唯独出海的朱欣一延长又加厂次,现在新增到6个主要的大城市上映,可见这票房真的很招人嫉妒了,难快就会有人酸这样的一部辅导画呀,制作物美价廉的片子,不是影视圈的人都羡慕嫉妒恨啊。 朱欣一的总票房又要闯新高了,好消息不仅有电影,还有电视剧陈情令和国内多部作品《冰蝶蝠》是《海棠红》、《大明皇妃》、《剑王朝》等优秀的影视作品登上日本的中国时代剧杂志的封面,陈情令被评为中国No.1的时代剧。 时代剧是日本对古装电视剧的称呼,收录的不仅有本国的古装类内容,还有国外的影视作品,杂志收录的都是有国宝级演员的古装作品,地位还是很高的。 而在7月28号有《工人日报》发布的2019中国时代影响类电影《电视剧榜单出炉》,陈情令排名第8名,再次认可了这部古装电视剧内容的肯定。 为了抵制肖战,这部剧虽然在各项影视作品的大奖中没有名字,金银奖、白玉蓝奖等都为上榜,但是它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,喜欢的人自然喜欢不喜欢的人你怎么安利都没有用的,播放量是实实在在的耐打的成绩。 陈情令也是作为被影视化的成功案例之一,这部作品缺了任何一位主创人员都不会完整的,他哪怕是受到一点点的认可都值得高兴。 肖战作为主创之一更值得被加强。 今年上半年真的过得很快,历经最长时间的两样对我个人而言就是疫情和肖战了。 每天一睁眼,关注了两个内容,疫情让人揪心,肖战则让人无奈。 这两件事都需要时间的沉淀,背后有很多人都在默默的付出和努力。 普通人能够做的就是积极响应,力所能及的做点贡献,跟随这群可爱的粉丝们做做公益,战意助农。 购买防汛物资,就算是转发也算是一种贡献了。7月还有倒数一天就要过完了,希望把远能够苦尽干来吧。 吃瓜不平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